逛完了一天海岛 结束了一场奇幻海底之旅后 当游客回到仙本大的码头 都会被当地人刚补上来的 各类新鲜的海产所吸引 在仙本大最多的餐厅 就是各类的海鲜酒楼 在码头或者是海鲜市场 你能够用非常平民的价格 买到各类当地海产 再拿到餐厅加工 每天傍晚落日之前 出海的游客纷纷归来 仙本大码头和旁边的菜市场 变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游民和商贩们 拿出当天捕捞的新鲜海产 招揽顾客 这里的海鲜都没有明码标价 游客可以和商贩砍价 你现在买了些什么呀 花蟹吧 有花蟹 上面还有一个虾 还有石斑鱼和青蟹 上了之后 我们发现有很多当地的游民 将自己新鲜捕的海鲜 就拿到了岸边的市场上来卖 我们在这个小市场里边 也是挑了几个当地产的海胆 大家看非常的新鲜 还在动 待会我就会拿到当地的餐馆 来加工成当地的口味的做法 来试试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市场上 买回来的海胆 当地人一般都会做成 这种鸡蛋根的形式 我们来试试一下 其实在口感上保持了鸡蛋的香滑 同时还能够感受到浓浓的 来自于海胆的香甜 在仙本那 有不少马来西亚华人经营的餐厅 所以这里海鲜的做法 通常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游客可以选择自己在市场买海鲜 带过来加工 也可以直接在店里点 在大多数餐厅 联均消费不到100元人民币 就能享受一餐 丰盛的海鲜盛宴 挺新鲜的 然后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 而且很入味 就我们是重庆那边的 刚好点的是麻辣的味道 然后就是特别入味 然后我们俩都吃了 吃光光了 在国内的话 比如说今天吃的那个肉屑 在国内一只就是要 三四百块左右 然后在这边就是只有 五分之一的价钱吧 所以我们就觉得 就是在这边吃海鲜的话 就是可以尽情享受